全面的地點 哇 下次還是要 主算分配一下尿尿使用 這邊風真的很大 而且集團開始散開了 又是一個180公分會轉 新路明顯已經 天高很多 今天可以嘗試的用你的台北馬目標配速來完成半馬就好 就舉例你台北馬目標可能是要跑四小時 那你今天就跑五分半左右的配速就可以 用全馬的成績除以二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楊德瑞 我們現在要來到了總統府 今天是2023年的渣達馬拉松 那這次渣達馬拉松我的目標呢 是希望可以以台北馬的練習為主 所以今天的目標跟前兩三週的長龍馬有點接近 要跑九十分的這個半馬成績 所以每公里大概是四分十五的配速 當然目標是因為我可以用這樣完成半馬的成績 對我的全馬表現會比較有 不會說太差啦 那當然是因為下個禮拜還有長距離訓練要跑三十K 所以今天的目標就是讓身體保持一個有配速的感覺 但不要太累 所以今天目標半馬用九十分完成 來模擬一下到時候台北馬拉松前半程的狀態 但現在天氣其實蠻涼的而且現場一直在下雨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考驗應該會是風可能會比較大 那可以的話盡量跟著大家 那我今天穿著比賽出場了呢 有沒有看到全身都是這個模擬 我到時候台北馬拉松要穿的全套愛迪達 所以褲子啊鞋子啊都已經模擬好 甚至該插的那個凡士林什麼都已經插好了 OK 那我們就準備往起跑點 擠到前面一點了 出發 賽前的風景就是在這邊排隊等廁所 哇 下次還是要妥善分配一下尿尿的時間 現在已經五點二十三分了 二十五分要出發 結果我們才剛上完廁所 距離起點還要好遠 哪一口陽是差一點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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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8 7 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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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GO 那樣子的時間呢 出發 你們隊員的 PD 要更好啊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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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您的對手的電視 順便 順便 第一攤導師四分三十 ok 要慢慢追回目標配束了 現在繞騎中正健堂一圈 前面要接回中山北路 要跑個人群還是有點辛苦 要一直左右超車 但是還是要早點去上廁所才可以 哇 這個月份的 沙達馬松現在跑到這邊還是天暗的狀態 但已經停了好多接沒有跑了 所以好久沒有收集一下沙達的路線 接下來應該就中山北一直跑 下一個考驗 原山那邊才會有橋 是第一個上坡 中山北 開始 現在心跳的大概是164 平均配速 平均配速大概是4分到4分10秒之間 我覺得體感上還OK 不會很累 慢慢調到410到415 第三公里 4分05 還行 現在這邊稍微 比較可以配我有沒有自己的目標配速 下雨雖然有濕滑 但是我覺得天氣算滿涼爽的 目前跑到的這邊 是 忠孝東路 台北車站在後面 第四公里 4分04秒 我們終於追到第一台 黑速列車了 100分 所以我們要比他們快10分鐘 才可以達標今天的目標 待會兒策略是在5K 低車喝水 今天的果膠 今天的果膠 是在10公里的地方 池底包果膠 第五公里 四分領事 水站應該快到了 還好中山北路在一個跨靜原山的地方 沒什麼雨 地板是乾的 待會兒準備了進水站 喝水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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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哇 沙拉馬水站滿長的 他們 可能半馬 全馬是會集在一起 整個長度是很遠的 應該有快20座吧 OK 接下來 穩定配速 下一個不佔10K 準備吃果膠 前面就是原山的考驗 要上第一座橋 目前配速都還在四分十秒 沒有 還算穩定 但我覺得我自己 兩天前去按摩 現在腿後有點 小小快抽的感覺 還沒有完全恢復 沒關係 還吃得住 再看一下狀況 第六K 第六K 四分十秒 上坡開始 下坡 用差不多的行率 感覺 不用特別加太多 OK 上坡 上坡結束了 準備開始下坡 進入北安路 下坡的時候盡可能 大量調整呼吸 因為剛剛上坡有點喘 剛剛上坡稍微快了一點 到174 175 有點到我的強度 三區 快上線 下坡稍微調整回來 現在168 大概維持 二區上線到三區下線這個範圍 後面比較不會爆掉 我個人啊 每個人可能不太一樣 進入北安路了 第七公里 四分十二 天漸漸快亮了 大家現在應該才可以開始 看到比較舒服的畫面 前面實在太暗了 哇 它切好大才可以進來 這邊全馬跑步走一起 有點卡 第九K 四分零七 輕率大概168到173 中間 跳動 還算可以負荷的範圍 九K 九K了 剩十二公里 這算是中國喬丹嗎 那些子 帥喔 還是蠻多人穿 是用品牌的 接下來我們要開箱給大家看 進去鎖定我們的頻道 九點八五 失焦 五幾完成 第十一K 四分零八哪 現在已經跑到內湖這邊 在前面 就要來第二個考驗 上環洞大道 呼 這段風比較大 心率都大概在173 174 比剛剛稍快一點 要稍微調整一下 哇 這段風比較大 真的要少人躲 全馬半馬會急 真的不太好拿水 先跳過一站 第十二K 四分零六 跑到盡空了 台北馬超用 準備要上環洞了 上坡的考驗 調整一下呼吸 環洞大道 去年台北馬的印象 風滿大的 不太好跑 開始上坡了 第十四K 四分零九 這邊風真的很大 而且集團開始散開了 心率明顯已經 天高很多 灰車應該會變順風吧 這段好逆風啊 前面看起來 第二個大爬坡 四分準 第十五公里 最後六K 目前心率稍高 剛剛那段逆風加上坡 這段稍微緩下 調整一下 現在心率178 今天目前偷懶 四隻四 百分之百地終於 這邊又要下健康路 又是一個180度回轉 哇 其實連續下坡 腿有點痠 而且又是連續 等一下是第三個 180度回轉 減速加速有點辛苦 雖然是下坡 17K 四分零幾秒 最後四公里啦 前馬請靠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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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到 三分球五顆 目前是五分 18公里 4分06 最後3K 稍微輸了口 這裡已經 心率180 178 快到19K 這樣問一下 第19K 4分08 只有兩公里 20K 4分05 最後一公里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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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公尺 六百公尺 到終點了 YES 其他終點 87分49 休息一下 還好後面這邊終點沒有下雨 舒服一點 這獎牌是 紙板還是木頭 好輕喔 完賽完賽 耶 好天氣 舒服 4分08 平均172 最大183 感覺起來比上一次 稍微輕鬆一點點 上一次長馬的時候 應該是410 但心率好像比較快 今天平均心率稍微低一點 我覺得可能溫度有差 再加上我這 最近兩三週還有跑了一次 長距離的30公里 算是蠻有感的 體能有稍微恢復一點 先休息一下 YES 再度小破個人最佳成績 今天玩賽成績是87分44秒 個人的大會成績 應該是我個人成績啦 大會成績是89分多 因為我們 上廁所太晚出發了 所以這次的前兩公里 應該說三公里都跑得很辛苦 跟大家 就是以身試法了 請大家以後早一點去排廁所 我們今天因為 都是理由啦 重點就是我今天的路程當中 均速大概抓在4分05到4分10秒之間 這樣上下 所以我覺得整體跑起來 體感上 心率我覺得控制的 比上一次長龍馬更加 可以得心手一點 因為我可以 自己感覺到 欸我放鬆一點 稍微可以讓心率下降 然後這個時候 就可以維持一個 沒那麼喘的狀態來跑 所以整體跑起來 其實是比三四週前的長龍馬 我覺得進步不少 上一次長龍馬阿松 大概在一個月前 我的均速是4分10秒 平均心率大概是175 這一次啊 是平均心率只有172 重點是 配速往上提升到4分08秒 所以平均配速變快的情況下 心率又可以下降 我覺得自己的控制能力 跟這幾週跑長距離來講 算是有稍微的進步 但是 也不能高興太早 畢竟這禮拜之後 接下來兩週還是要持續做長距離 盡可能把我的體感 延伸到台北馬阿松 但我覺得這樣比賽 整體來說天氣很舒適 因為剛好這兩三天轉涼 但比較可惜的是 它在路線上 我覺得 不是很OK 在上環東那邊到下橋 有好幾個那種180度的迴轉 每個迴轉一次 你就會覺得 速度要突然減速 因為很怕滑倒 因為今天下雨 然後一減速完 又要開始加速 開始回到你的目標配速 整體就是這樣 忽快忽慢 忽快忽慢 心率就在這樣的狀況下 有點像間歇 所以在那時候 很多集團就散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路線上 算是一個對跑者 蠻大的考驗的地方 那後段其實跟長龍馬很像 就下到健康路之後 就回到河堤 然後切回來走河濱 最後就到大直橋終點 所以整體來說 路線跟長龍馬來講 我覺得長龍馬 可能會好跑一些 但是長龍馬的天氣 稍微熱一點 因為畢竟那時候十月多 所以 以天氣來講 炸彈馬當然比較適合 當然這場不是一般的炸彈馬 平均炸彈馬 都是在二月舉辦 這場算是 今年二三月延到現在的 那整體來講 我覺得我可以給今天自己 打到 八十分左右 因為其實昨天的 睡眠跟這幾天的調整 我覺得沒有特別調整 那身體恢復雙環也算是普通 但是可以跑出這場成績 我覺得算是訓練上有進步 但是我自己的調整上 在台北馬賽前的準備 我覺得還稍嫌不足 那大概還剩下五週的時間可以調整 我覺得對於我台北馬 個人的目標成績 三小時十分到三小時之間 算是有點點信心啦 目前我覺得第一棒 應該三小時十分是 可以摸到邊緣 但能不能往上到三小時零五或三小時整 就要看我自己之後的訓練 好啦 那今天也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重點是 我們在渣打馬拉松也有記錄了 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之間的 半馬跑者都穿著什麼樣的跑鞋 當然這個時間 因為跑過的跑者非常多 需要一點時間跟我們統計 但大家可以 在之後回來看一下我們這支 統計的影片 我是你的嘉然隊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持續訓練 接下來備戰最後五週的台北馬拉松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arı到你 演出 看看